国际平林奥地利公开赛进行了南达八强战争夺,国平全国冠军梁敬坤,击败巴西天才雨果,成为中国南平第一个杀进四强的选手,首职,梁敬坤11-5轻松拿下。 第二局,双方摆热化持续爆分,梁敬坤15-13连营两局,第三局,梁敬坤8-4领先11-4连营三局,第四局,梁敬坤11-9锁定胜局。 最终,梁敬坤4-0横走雨果杀进了南达四强,在今年的凯达二公开赛上,雨果贾尔德拉诺4v1战胜波尔,又一两个4-0封了张本居和雨林高远。 幸亏梁敬坤在最后决赛中立刻雨果,才阻止了对手的神奇之旅,雨果目前排名世界第九,还入选的国际拼联提名的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四人名单,梁敬坤能以4-0横走这样的对手足够把屁。 中国南平总共只有3人杀进了8强,除了二大绝对主力凡震动与许心,就只剩梁敬坤。 从此格赛打起的梁敬坤以6战全胜的战绩,强势杀进了蓝丹四强,他近期的持续表现也成了南平一大惊喜。 在全国锦标赛中,梁敬坤有多蓝丹冠军,自信心有极大提升。 在南平年轻一代中,林高远本来站稳了第四大主力的位置,仅次于马龙、白震东、许心,但林高远却在最近两战公开赛连输外战,令人失望。 与之行程对比的是梁敬坤越战越勇,除了夺得全国冠军,在公开赛上也是越打越好,梁敬坤有望冲击南平第四人的主力、位置。